都说5万的欧米加不如买4万的劳力士 劳力士豪市横动 VS欧米加海马300 就我个人而言我看好海马300 一个是欧米加的热门款 一个是老力士的入门款 同样的预算该怎么选呢 一品牌受商机电影的影响 加上成功的市场饥饿营销策略 欧米加不仅被称为最强工具表 还可以随时带着跑路变现 是硬通货 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土豪 但是欧米加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也不差 但和劳力士比起来 也有不少的表友会觉得 欧米加的胆次还是低的那么一丢丢 不过在我眼里 手表不分贵件 二价格 海马300的万表 到手的基本价格是公价的8.5折左右 劳力士豪市横动 基本的公价都在4万到5万左右 想问答几折 想都不要想 人家这还不够卖的呢 奢求工价能买到就不赖了 如果选择和劳力士一样在二级市场入手 不同于价格坚挺的劳力士 海马的300 基本上到手呢 就是工价的6折左右 那真香啊 3.工艺细节 劳力士豪市横动呢 它采用的是904的不锈钢 比316呢 更加的耐腐蚀 太阳纹表盘紧接优雅 十分针及表盘刻度啊 覆盖了独家的夜观材质 作为入门狂 劳力士拥有所有系列的最简单的外观 以及最烧的颜色 海马300啊 使用的是陶瓷表圈和陶瓷表盘 虽然整体颜色只有黑色或者蓝色 但是在质感和美感性方面更强 而且呢 作为专业潜水表 不仅配备了300米的防水性能 还配备排害阀门 对于全杆材质和持有防水100米的 豪市横动来说呢 实用性更强 抛开品牌 我会选择欧米加海马300 只看品牌的话 劳力士呢会更好 表友们会选择劳力士呢 还是豪市横动呢 评论区告诉我你心中的答案 我是钟表将飞表 关注我修表不迷路 记得关注再走哦